大家好,我是演员罗云熙 在这里呢,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,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利用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去做一些 你平时想做,但是却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假如这件事情具有一定的成长性 比如一门课程,那在当你完成它的时候 你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 这样不仅会稀释焦虑,而且会让人信心倍增 人类文明历史就是一部与病毒抗争的历史 每个人内心坚定温和的信念与力量才显得更为珍贵 让我们共渡难关,一起打赢疫情防控战